晨間氣象戰時間 今天是廉價第二天了 想必是大家要趕緊出遊 踏踏青的最高峰 今天天氣如何呢 馬上從衛星雲圖上帶你來關心 今天呢其實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其實今天的天氣相較於昨天更好了 昨天呢大概整天都是多雲的天氣 還會下點小小的雨 不過今天呢雲量呢明顯變得比較少 而且今天的降雨呢台中以北 在今天清晨還會下點小雨 不過到了白天開始呢 天氣就會趨於穩定 另外來看到呢今天要比較注意的 依舊是東半部 今天東半部呢因為在影封面的關係 包括宜蘭花蓮台東 今天呢一整天都還是會有局部的 短暫正雨 另外呢大家呢往中南部跑的話 就非常幸運了 因為中南部今天呢 依舊是太陽出來的好日子 今天呢天氣呢還是非常的溫暖 高溫還可以來到32度 來看一下各地的氣溫 來看一下呢今天北部地區呢 低溫呢是20度高溫25度 降雨機率10% 但是到了白天呢就不會下雨了 再來呢是中部 中部今天呢是20到30度 這個呢日夜溫差比較大 出門還是要帶個薄外套 而在南部呢今天要注意了高溫 來到了32度 32度呢其實比較炎熱 所以呢要多補充水分 再來看到呢是今天相對比較不穩定的 就是東半部跟東北部 今天呢低溫呢是19到26度 降雨機率30% 東部呢今天也是21到26度 降雨機率30% 再來看到呢是離島的地區 首先來看到的是馬祖 馬祖今天13到20度 金門17到24度 澎湖21到27度 剛好提到今天中南部天氣真的很好 太陽都出來了 但是空氣品質可就沒有那麼好囉 來帶你看一下呢 今天呢主要呢是受到這個 背風測的關係 所以呢在台中以南這個 台中以南這個部分呢 今天呢位在背風測 擴散條件比較差 所以呢包括今天紅色警示呢 包括台南的善化 今天一度出現紅色警示 再來呢是中部 雲嘉南還有高平地區 今天有非常多的側站 都是側出橘色提醒 所以提醒今天要到中南部旅遊的這個 年長者跟這個年輕族群呢 若是你有比較敏感的話 務必出門要戴個口罩 來關心一下一周的天氣概況 再提醒您呢今天天氣非常好 不過到了明天後天 就連今天會下雨的東半部 天氣也會變得更好囉 到了明天呢全台都是出太陽的好天氣 高溫28到32度 所以呢出門呢要記得要多補充水分 防曬工作也一定要做好 再來呢到了開工日呢 原本呢在昨天的預報呢 到了開工日是會變天 不過最新以下一個預報呢 這個水氣減少了 所以到了開工日呢 只有東半部會出現短暫的震雨 包括北部中部南部 天氣都是相當穩定的 以上是今天的氣象資訊提供給您